我們大概有兩三分鐘的時間 請你做一個很奇妙的禱告 就是你開始為你隔壁的人禱告 那個禱告你不要管你認不認識他 你就是淡淡為他禱告 然後把那個心中的話語跟他訴說 那不要收出你心中的感動 我再說一次 你把你的看到你隔壁的人 那你輕輕的按著隔壁人的肩膀 然後開始為他禱告 左邊的為右邊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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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左邊的為右邊的禱告 反過來右邊的為左邊禱告 我們大概有一兩分鐘 左邊的為右邊的禱告 你們比我打分頭了 OK 那你禱告的時候 你為他禱告的時候 你不要特地去想什麼東西 你就單純的為他禱告 好不好 我來訓練你們有這種先知一言的能力 好不好 來 OK 來 我們開口來為他禱告 好不好 我喊換邊的時候就反過來 好不好 等一下 我們開始來禱告 來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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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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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始來祷告 暫停一下 我們現在有左邊向右邊說 我剛才問你祷告什麼事 左邊向右邊說 我剛才問你祷告什麼事 然後呢 OK 好 我請你再留一下 哈哈哈哈 好啦,反過來 右邊的跟左邊的說,好不好 OK OK 好啦 你們在禱告的時候,彼此之間有認識的,請擠擠擠一下 隔壁那個有認識的,那你跟他是不太熟的 OK,不太熟,放下來 OK 那麼再一個問題 對方問你禱告之後,你覺得他問你禱告的事情 所以你很需要的,請擠擠一下 喔,你們真的是很厲害 香港有一個林安堂,叫做611 有,他們在去年,一年 就新年金夫姊妹有議員的能力 然後每個人都拆派到街頭去做傳聞的工作 喔,他們去年一年大概 一個暑假 帶了7000個人信耶穌 喔,對對對 所以我開始在意悲各位呢 你一到人就說,喔 這種能力是很必要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在 哥林多前書 第十二章的第一章 看 編多前書十二章 第四節到第十一節,我們一起來讀來 恩師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執事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公用有分別,上帝卻是一位 在眾人裡面,異省一切的事 聖靈顯然在個人身上是教人得益處 這位聖靈是他知識的言語 又有益人們這位聖靈是他信心 還有一位們這位聖靈是他醫病的恩師 又叫益人能行益能 又叫益人能做先知 又叫益人能辨別究竟 又叫益人能說謊言 又叫益人能換謊言 這一切都聖靈所益行 隨即分給個人的 OK 你又可以看到第14章的地方 第一節,你們給我看看來 你們要追求愛 也要切勿鼠靈的恩師 其中更要的是做先知講道 OK,等一下,來 你看一下第12節的地方 第12節,14章12節 你們也是如此 既是切勿鼠靈的恩師 就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師 OK,再來啊,來 你看看第26節 第26節 我們前面用一個很重要的 用恩師要當怎樣 合宜 OK,你把它翻過來 我想告訴各位 恩師是需要操練也需要管理的 恩師需要操練也需要怎樣 管理,沒有操練 恩師不能夠善用的 還有一樣呢 他需要有管理 在過去的教會的當中 就是管理不當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 我 一直希望 每個禮拜 禮拜一 我們來的時候 有一些時間 能夠披止禱告 操練你的靈 能夠活起來 讓你有一點信心 原來我有一些 一言的恩師 無論是信主多久 或是信主很短的 他們其實神的靈 在他們的裡面 他們都會被感動 做宣誓來說話的 所以 每個弟兄姊妹 不要以為 只有少數人會 做宣誓一言 說話 不是這樣的 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能力 只是你把這個地方 用太多了 這裡用太少了 你知道嗎 信靠神太少 然後你就會活在這種理性的當中 今天晚上呢 我想跟各位講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們當一個基督徒 在過去的基督徒 就是到教會去敬拜 然後回家之後 就把聖經守起來 這是一種基督徒 第二種基督徒就是 開始會讀經 會禱告 然後讀完經 祷告以後呢 他就把聖經怎樣蓋起來 那麼再來一種基督徒 就是他會讀經 會禱告 會把神的化佛出來 你知道嗎 那麼呢 大概過去的基督徒 都活在這三個框架的裡面 第一個就是 禮拜天去做禮拜 來 請問各位一下 你有遇到這種弟兄的行為 弟兄姊妹請你舉手一下 有 第二種就是說 你去做禮拜 回家會讀經禱告的人 請你舉手一下 OK 那麼回家 會把這些神的話 變成生活 變成生命活在人間裡 請你舉手一下 你們是什麼樣的人 你是超越這些嗎 不錯 那麼再一種呢 就是 不只會佛所 會傳福音 你知道嗎 其實講到傳福音的時候 就比較少了 那麼今天的教會 其實不是在講到傳福音的問題 他是講到一個 到底一個教會 看到這個城市 是什麼樣的城市 看到這個城市是什麼樣的城市 那一個教會的弟兄姊妹 他或是包括一個牧者 他都沒有看到這個城市 是什麼樣的城市 他要把它帶到什麼樣的城市 教會是沒有力量的 教會是沒有力量的 我們不能夠一直期待說 這個教會裡面的 台南市市長在天橋教會的會友 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能夠幫助這個市長做多少事 這又是一件事 你知道嗎 在我們的市長在競選第一任的時候 他所有的社會工作的議題 都是我給他的 都是我給他的 也就是說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教會應該幫助市長做些什麼事 或是市政應該做些什麼事 這是應該要去做的 你知道嗎 要去做的 來 孩子 你不要跪在那裡 太乖了 你應該來坐這裡 好不好 可是你可以坐這裡 謝謝你替我拿便當 你是拿便當來讓我吃嗎 是給 原來是給媽媽的 那你 這可以給你 還是可以分到一杯糕 OK 那麼 你如果看到耶穌亞 耶穌亞有沒有 要進到耶利哥 他其實要進到哪裡 進到了迦南地 神一直要把迦南地這塊土地 讓他歸給整個以色列人 所以神的看見 就是希望 開始是希望摩西把他帶到哪裡 帶到迦南地 可是 當時代的人 犯了五種錯誤 這五種錯誤 這五種錯誤 的確是 現代人都會犯的錯誤 這五種錯誤到底在哪裡 你如果讀到哥林多前書 你再看一下 在哥林多書 在哥林多書 陳吉昌清 改天的 Called 判斟 我所甘到要唤 你 都哄不了 前書第十章才對,前書第十章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歷代教會的問題 他們犯了五樣的錯誤,第一樣是貪婪惡事 第二樣,在第七節他們拜了偶像,有沒有 那麼第八節他們行了淫亂,有沒有 第四個是他們試探主,第五個是花怨言 你再讀一次,他們貪婪惡事 他們第二樣是做什麼,拜偶像 第三樣是什麼,現在淫亂 第三樣是什麼,試探主 第五樣是什麼,花怨言,有沒有 在整個曠野當中,他們已經流浪了四十年 是因為這些事 所以基督徒呢,當你要得到這個城市的時候 你常常必須要去思考一個中心的主題 這個中心的主題是,這些你做了沒有 還是你已經脫離了,你貪婪惡事,你拜偶像 這個拜偶像就是說,你心中的世界到底是什麼呢 偶像就是說,你心中的世界到底被誰所佔據 你知道嗎,有的人是被前手佔據 有的人是被他自己的前世手佔據,有沒有 牧師可能也會貪婪惡事 看起來過得很聖節的生活 可是他會被教會的素質捆綁,你知道嗎 被教會的奉獻捆綁,你知道嗎 這個是什麼,貪婪惡事,你知道嗎 那你可以看到,淫亂有沒有,他們試探主 然後再來呢,他們發怨言 這些其實是整個在曠野裡面的生活的重心 那麼我看,當摩西在曠野失敗 百姓失敗,他也失敗 他只殺了一個怨言,神就沒有讓他進到加拿地 所以我發現到,神對摩西的確是要求很高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當我們要得到這個城市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你必須要把加拿地 我們泰人士看著一個加拿地 看著一個加拿地,當我們走進去 要得到這個城市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這個事情把它全部拿走 而且你要知道,其實這個時代呢 如果神要我們走進泰南市 要得到這個城市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種信心 你有沒有鋼牆雙膽 你有沒有這個信心 第二樣,你是不是一直活在神的話語當中 你看一下耶穌亞基第一章的地方 你看一下第六節的地方 第五節好了 你平行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只要以摩西同在,也必照樣以你同在 我必不賠下你,也不賠下你 你當鋼牆壯膽,因為 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焉 這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 應許誓給他們的地 只要鋼牆大大壯膽,遵行 我夫人摩西守附你一切的立法 不可偏離左右 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 等一下喔,他一直叫他怎樣 鋼牆壯膽 今天的基督徒需要真的有一些鋼牆壯膽的力量 你知道嗎 而且呢,你必須要知道 基督徒其實是 執行了兩面的神的話語 就是神的立法,你兩手 但是在基督的裡面呢 他是一個屬靈的心意 舊約跟新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是舊約在講到整個戒命 新約是講到什麼 心靈的建造 你知道嗎 心靈的建造 在這個地方有很大的不同的能力 在舊約呢 他們一直叫他們守這個守這個守這個 可是 新約是叫你進到生命的裡頭 產生一種心靈的心意 這是耶穌的一個創建 所以呢 你是不是真的能夠守神的話語 你能夠不偏不疑 不偏不疑 守在守在神的話語 再來呢你可以看到 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預備 有足夠的預備 你可以看到 看到後面來 看到後面來 我們對這個城市到底了解多少 聽懂怎麼樣 當我們要走進這個城市的時候 到底 我們對這個城市了解多少 你可以看到整個第二章 有沒有 整個第二章 他們虧派了兩個人 前兩個人到哪裡去 也離歌去 我們到底了解這個城市多少 我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所以很多教會現在都弄了一個研究中心 在研究整個城市 像台中啊 這些教會他們有一個研究中心 專門在研究台中教會的發展 整個台中市中的發展 什麼發展他們都一直要做研究 為什麼做研究 因為要了解 你要得著這個城市 你要了解這個城市的結構 你知道嗎 我最近開始在跟一些私議員接觸 你知道嗎 比如說這個禮拜 我跟李文正私議員接觸 我就跟他有四個小時的接觸 那我就發現他也是掛民進黨 可是講起話來不太像民進黨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講下去有一天 你會被踢出來 會被民進黨踢出來 他講 唉唷 對喔 他跟我說他是為民手畫 對啦 那我也發現到其實呢 你如果沒有去瞭解到這些 市民的需要 或是跟一些私議員談話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這個城市 到底發生什麼事你也不知道 前幾天 我們 我就跟一個陳議員在講話 他問我一句話說 李牧師傅我問你一個問題 請問你跟我說 他說我們的老市長在這幾年做什麼 唉唷 我才知道 他說 他說他都第一名嘛 你覺得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他說他問我 我說不知道 他說你是他的好朋友 我要他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夫人先生才醒過來 我們真的要為他禱告 你知道嗎 真的要為他多禱告 那麼呢 我不是在批評的 我是在講說 我們如果沒有了解這個城市結構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辦法禱告 其實整個城市要復興的時候 一個基督徒要把這個城市看成一個迦南地 看成是一個迦南地 我們去得著這個城市 就得著這塊土地 不只得著這塊土地 要建造什麼 一個新的耶路撒冷 要建造一個新的耶路撒冷 還要建造一個什麼 喜安 你看看 你得著一塊土地 對不對 還要建造什麼 一個耶路撒冷 還要建造什麼 一個喜安 所以呢 你如果都不了解這個城市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得著這個城市 你進去就必死無疑 你知道嗎 你可以看到 當這個探子兩個探子 進到耶利哥的時候 進到耶利哥的時候 你看一下第八節的地方 第二章第八節 第八節 來 而這兩個探子 人家抓他嘛 對不對 結果他們跑到哪裡去了 去你的家 去你的家去了 對 去你的家去了 來 你看第七節好了 那些人呢 就往耶誕河的渡口 追他們去 追他們的人 一出去 成本就怎樣 關了 二人還沒有躺握 女人就上了網頂 直到他們那裡 所以他們說 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 示給你們 並且 因你們的嚴故 我們都怎樣 我們都驚慌了 你看 迦南 耶利哥的人 有還 整個 以色列百姓都還沒進來 他們已經都怎樣 都慌掉了 有沒有 其實十十年前 他們都知道他們已經慌了 可是他們走不進來 十年後 你看看 他們要進來的時候 所有 耶利哥城的人都怎樣 都慌了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的神就是耶和華 他們的神就是耶和華 那麼呢 你一定要進去 然後看看 你看這個城市對教會的反應 我告訴各位 十年前的反應 跟十年後 今天連對教會的反應 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十年前 很多我的朋友 都會批判教會 十年後 大家都會肯定教會存在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的教會 真的有在改變人心 今天的教會有很多的見證 我在澎湖做過傳道 也在那邊活過 我曾經要帶一個賣藝品的人 信耶穌 他告訴我說 林牧師傅 不要常來這裡跟阿伯團團 拜託我 我不會信耶穌 他說什麼 他跟我說 帶 憑歐最大的威魔 在你教會 是要叫我去信耶穌 你看看 憑歐最大的威魔 在馬公教會 你做禮拜 我不知道 這樣恐怖 這很恐怖的 我就細分之下 就知道 原來是一個姊妹 最大的威魔 真的很恐怖 那我們就開始為這個姊妹祷告 主啊 讓這個姊妹能夠柔和 她不要包工程 她不要殺傷很多公務人員 她不要把 叫她兒子選議員 兒子要選議員 你知道嗎 對 她兒子選議員的時候 她是買票 我也不知道 然後她就叫我到一個村莊去揮手 我去揮 牧師為弟兄去選舉 是應該的嘛 對不對 結果我才發現到 我在前面揮手 她在後面買票 就可怕 結果一個村莊 有一個村莊 她買了兩百多張 那個村莊只有兩百多人 開票最後只有兩票 兩票 買兩百幾票 要出兩票 要給他們投資 她有條 她問哪有條 要給他們投資 你知道嗎 人家說 大家也要給他們投資 我投資 沒有錢 我投資 我就 有一次我就跑到那邊 我好朋友在那邊 我就問他說 你們怎麼都沒有投給他 他告訴我說 這裡的沙都是他們的公司怎樣 都拿走 我們怎麼可能投給他呢 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沒有了解到基督徒生活的形態 你沒有了解到整個社會生活的形態 你是沒有辦法去得到這個城市的 所以一個基督徒 當你要得到這個城市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你不是一個做禮拜的基督徒 你不是一個獨盡打掛的基督徒 你不是只有把聖經化佛水的基督徒 你是應該傳福音充滿見證的基督徒 你知道嗎 你應該要在社會上去表達神的見證 真的 而且呢 你當你去了解到這個社會結構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這個社會結構 台灣市的社會結構 當你越了解 你就會喜歡 為這個城市禱告 因為它有400多年 大家對台灣的歷史其實不是很懂 你知道嗎 不是很懂 但是呢 我們都會看到國民黨的一板 然後民進黨的又一板 那民間的又怎樣 又一板 台灣的歷史 我問各位一下 你對台灣歷史了解多少 你認識一個叫做鄭成功嗎 你認識他嗎 有沒有 你知道他打荷蘭人嗎 你知道嗎 我問各位一下 他用幾天打荷蘭人把荷蘭打下來 我再解個例子 你知道以前你到安平古堡去的時候 看到鄭公站著 然後有一個荷蘭的一個 有一個人跪在他前面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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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去看是沒有跪 那張土已經拿走了 先變站著 有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裡根本沒有兵 他只有Police Guard 怎麼講呢 守衛 東印度公司在那邊守衛 那怎麼能用西奧達呢 所以就把他封成什麼 什麼民主英雄 你知道嗎 對 但是為什麼封成民主英雄 他就是要反清覆明 他只用 這是 以漢人為中心的一個思想 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兒子 來經營 你知道嗎 來經營 你知道嗎 他的兒子要正經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我們小時候 正經完了換獎金 正經完了以後 你看正經完了很快就倒了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換誰 換獎金 你可以看到流明船有沒有 在台灣有沒有照鐵路 你只有聽他照鐵路 你沒有看他在殺聖歡 你敢聽我說什麼 你沒有看他在殺 所以很多的歡人都向山上跑 這個整個歷史是很淒慘的 你知道嗎 那你可以看到整個泰南市這個城市 過去是一個偶像敬拜非常強的一個城市 對不對 那麼這個是台灣最早的城市 最發達的城市 那這個城市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城市從哪裡開始 從安平 它本來叫大園 大灣 然後改成台南 台灣 變成什麼 台南 那都無所謂 怎樣改都無所謂 重點是 我們到底 目前了解這個城市 結果有多少 你看很多人都知道 拜拜 天公爺 媽祖經 那不是這樣 我也很感謝上帝 他去媽祖經 拜拜 要去天教拜 五教一天 這是真的 有一個教授 晚上一點都跑到天教教會 我去拔筊 他說拔筊 他說拔筊 他不是普通 拔書在這裡拔筊 拔怎麼還想拔 他在禮拜 我剛才見過他有很多問題 他真的很多問題 那麼呢,從這樣的,我跟各位,從整個角度來說,我們到底了解這個城市多少 你曾經走過康樂街嗎?你曾經在這個古老的街道走過嗎?你知道嗎? 你曾經看到中正路的興衰嗎?有沒有,當你走到整個成功大學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一片都是什麼?都是學生,有沒有 那偶像最多是在哪裡?你曾經去研究過嗎?偶像最多在哪裡? 就在中西區嘛,對不對?在中西區,還有哪一區? 南區嘛,你知道嗎?有沒有看到偶像林立,有沒有?中西區嘛 你有沒有看到,其實教會的發展都往哪裡發展? 安平發展,還有什麼?東區發展,有沒有? 那中西區有沒有發展?沒有發展,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我開始鼓勵中西區的弟兄姊妹,每天起來一定要開始走到,你知道嗎? 為這個地方禱告,真的迫切的為這個城市禱告,你要禱告 老實說,我們也要常常到市政府去禱告,讓神在市政府掌權,你知道嗎? 無論賴醫師說他是基督徒,或是不是基督徒,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有沒有為這個整個市政結構在禱告 我們有沒有為這個古老的城市在禱告,希望神能夠興起,你知道嗎? 希望神能夠藉著我們的禱告,祂能夠突破一些屬靈的,一些屬靈的突破 讓整個城市能夠更新,那這種需要什麼你知道嗎? 剛才我跟各位講過,一個基督徒他需要把剛才所說的 這個,敗偶像、貪婪惡事、淫亂、施探族、厭言,從你心中來先處走 然後你要鋼強壯膽,還有意志力,意志力真的很重要 基督徒對這個城市瞭解說,要勝化這個城市,絕對要有意志力 你沒有意志力沒有辦法,所有的打仗不是只有一天會打贏的,沒有那種事,你知道嗎? 你知道要打一個仗,後面的經典的訓練,後面的運輸,彈藥的運輸,糧食的運輸 有沒有,補給有沒有很重要,都很重要的 所以沒有一天能夠完成的,今天的教會要得到這個城市,不是一天的 真的要有信心,要有意志力,還有鋼獎壯膽,這個意志力不能消滅掉 這意志力就是說,一波接著一波,你知道嗎? 我們這樣找更多的人來禱告,教會不能夠,教會沒有什麼力量 教會的最大力量就是禱告,禱告勝利就動功 我們要得到這個城市的時候,我們要有信心說,神啊我要得到這個城市 我要見到這個新的加拿地,我就必須怎樣?迫切地禱告 只有迫切地禱告,神才能夠帶領我們 再來呢,我希望你要知道,我們要每次呢,我們在生活的當中要多些讚美 為什麼我一直叫各位喊哈利路亞 就是,當一世的百姓要進到迦南地的時候,走在前頭的是什麼? 祭司嘛,這些祭司在大聲做什麼?讚美神嘛,在讚美神 那麼呢,我們這一群禱告的百姓,你如果希望這個城市能夠被聖化 你無論到哪裡都要怎樣?都要讚美神 你無論到哪裡,你那個讚美的聲音不能夠從你的口中失落 你開車要怎樣?真的要讚美神,你知道嗎? 你走路也要怎樣?讚美神 你不要懷著一種懷疑的心說 我... 就像俄羅馬這樣,不是這樣的 你要相信每次的讚美都帶給你很大的震撼 帶給整個屬靈的力量很大的震撼 我幾個例,真的讚美真的很有力量 我住在太平津教育的後面 那一條路叫做太...中山路,我住在中山路 就太平津教育的後面,有一個洋醫師的家 我升學院要畢業的那一年就住在他家 然後呢,我離開金門教育的時候又回去住在他家,你知道嗎? 我在西門教育要開拓天教教育,又住在他家 我們就天天在那邊讚美神,你知道嗎? 天天在那邊讚美神 你知道有多奇妙的事嗎? 那種鬼父的,要進到那個...進到裡面是走不進去的 我看到一個阿德,不是我們現在這個阿德 不是我們那個...那個阿德 要走進去的時候用白,白還沒這個 有種力量又把他拋出來 他又跑出去,然後用衝的你知道嗎? 你要衝進去那間房子,又跑出去 那我嚇著一跳說怎麼可能這種事呢? 還有一個長老,他每天都在禱告 他每天都禱告,一天禱告差不多 晚上喔,從差不多... 他六點鐘開始睡覺 他就睡到十二點,就馬上到馬可羅禱告 七個小時 他一個人禱告七個小時 在那邊禱告靈休,為了整個城市禱告 可是那有一天啊,就走到了我那個住的地方 他還走不進來,我嚇了一跳 阿德是鬼父的,那這個弟兄是這樣禱告的 那我就慢慢才發現到 這個弟兄神把他帶到哪裡去,你知道嗎? 帶到貝里斯,你知道? 他一直反對到貝里斯 到最後不知道怎麼會把他帶到貝里斯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神做了 所以你來聽我指明 當你在讚美神的時候 神會建造一個榮耀的罩 這個罩幫你蓋住 當我們在讚美神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神會建造一個榮耀的罩 先保護你,然後讓你去光照這個城市 所以一個讚美者就會成為什麼? 成為光 成為光 當你無論到哪裡,那個光就到哪裡? 所以在你的視面當中,我期待著你 你有一個意念說 這個城市是神的城市,Amen? 這個城市是一個很重要的神的城市 再來,你看一下再過來 我希望各位 相信神會帶領我們得到這個城市 400年了,台南是一個福音很重要的重鎮 當然福音開始是在高雄的 那個旗巾 你知道嗎? 那慢慢的就移到整個台南來 前幾天我到和平街 看賽街到我旁邊那裡 那裡有一個什麼? 那裡有一個什麼? 一個藝術創作中心 但是我不記得 跟那個早期的異性 馬亞國有關 馬亞國現在 太平靜跟那個看七街在搶什麼 台灣第一間教會是哪一間? 這樣啦 有一次我剛才去看賽街到我的牧師 他說 台灣第一間就去看賽街 這樣啦 對不對? 不是太平靜 我只會拍攝跟他講 第一間是要做什麼? 你這樣聽不懂? 對 對不對? 長一個人給我問 牧師 是雞 先有雞 還是先有蛋 是蛋生雞 要雞生蛋還是蛋生雞 我說這都不是重要 重要是我兩人都要吃 我覺得這不重要啊 蛋我也吃雞我也吃 反正他就是雞跟蛋 你為什麼要你想這個問題呢? 對不對? 問題的點子 那雞跟蛋都是要吃的 這樣是不是? 對不對? 好 那不是你 煩惱這是要做什麼 所以我發現到 基督徒 就是太 有時候在歷史當中 我們沒有繼續在興旺的時候 就其實會被歷史遺忘的 今天的教會的重點 不再說我是第一 我是第一間 今天的教會的重點 要看整個社會 我們到底能夠為社會做些什麼工作 我們怎麼能夠改變這個社會 更新這個社會 所以我剛才提醒各位 當你要進到這個城市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所有在曠野的生活 那個形態完全把它除沒掉 而且你要剛強壯膽 你一定要遵守神的話 而且在心靈上不斷在建造自己 再來呢 你一定要 要立志 這個立志 這個節心立志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們結婚過嗎 結婚的時候要不要有點勇敢 結婚的時候要不要勇敢 你覺得很需要勇敢的 請教師 還是什麼 啊 親菜 親菜嫁的人請教師 親菜 親菜娶的 不然是都怎麼樣 你不知道 結婚真的要很大的勇氣 那真的沒有勇氣的話 真的是沒有辦法 對 對啦 很勇敢 很堅定 這樣我就愛對方 真的是這樣 有沒有很多人被拋棄 很愛他然後被拋棄過很多次的 請你舉手一下我看看 媽媽很可憐 OK 我在講的時候不要怕 失敗還是怎樣 不要怕 失敗還是怎樣 不要怕 我們一定要立志 要得到這個城市 你只要把那個 信心抓住的時候 你的整個生命 就會向前走 你知道嗎 你整個生命向前走 而且會越來越有力量 倒閣的人就會怎樣 越來越多 那再來呢 我想 我們得到這個城市的時候 我希望你再讀一下 那個 耶穌亞記 你看一下 耶穌亞記 我希望我們常常開車 就為這個城市 祷告 為這個城市 祷告 耶穌亞 祂的讚美團隊走在前面 其實走在前面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都怎樣 安靜的繞 第一天就怎樣 大聲的喇喊 結果呢 那個 就倒了 聖經裡面有很多奇妙的記載 所有的故事 常常在大聲讚美當中發生的 在讚美 在很大聲的祷告當中怎樣 發生的 你知道嗎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耶穌來的時候 天使大聲在讚美神 有沒有 來 你可以看到 當門徒們在馬可樓祷告的時候 他們在大聲怎樣 祷告 有沒有 那麼耶穌亞在見到 要見到那個 耶利哥的時候 他們大聲吶喊 有沒有 結果那個城市又怎樣 就倒了 當門徒們大聲倒閉的時候 聖經就充滿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有個奧秘 其實有個奧秘 有個奧秘 有個奧秘就是怎樣 要大聲 每次要讚美神的時候 要怎樣 很大聲 我再說一下 每次你在讚美神的時候 要怎樣 很大聲 你不要很小聲 你知道嗎 你在跟你女朋友 要說話的時候 要怎樣 他會覺得很震撼 你在宣告說 你愛他的時候 要很大聲 他會覺得很震撼 你知道嗎 真的 真的 每次我在做那個結婚的時候 我都叫那個男生 要怎樣 很大聲的說 你知道嗎 有些人很不好意思 有些人很小聲 你知道嗎 要很大聲去表白 OK 那麼 今天的教會 應該要很大聲的禱告 今天教會要很大聲的禱告 我一直 最近一直要預備 我們要進到一個新堂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一個奧秘 很多人會 很多人會 很多人 很多舊造的人 在以前在教會裡面 很多的埋怨 做惡事 淫亂 然後 拜偶像 這些人 他們有很多人會 留在眼底 那只有一批 新招的百姓 會向前走 你知道嗎 我在一輩子 當我們走到文創中心的時候 我們要更大聲的禱告 我希望這個文創的禱告 這個地方 也許就是我們的喜安 我們要禱告 禱告他整個 因為的殺人都花光花亮 禱告他整個城市都怎樣 花光花亮 我一直禱告說神啊 讓我們這個團隊禱告 禱告他有800個年輕人可以信主 我希望有800個年輕人來信耶穌 800個 所以我最近開始在寫 我最近在祖阿給我800個年輕人 結果昨天早上來 奇怪很奇妙 這個禮拜颱風 然後昨天早上 只有來的一個年紀老的老人 八十幾歲老人 昨天晚上 我都禱告說神啊 我要800個年輕人你知道嗎 名字一個一個寫下來 為什麼一個寫下來呢 因為我們在講800個的時候呢 你就要一個一個寫下來 你知道嗎 一個一個寫下來 然後要把這800個的奉獻給主 你知道嗎 那我就開始跟神說 我要更多年輕人 結果昨天晚上來了三個 他到底會不會留下 不知道我們怎樣 我們只能怎樣 只能禱告你知道嗎 只能禱告 神要把800個年輕人 在這幾年當中呢 真的帶到教會 你要知道要得到這個城市 不是說我們去 就像那個 耶穌亞一樣 進到這個城市裡面 把所有的耶利哥人都殺掉 今天神不是做這種事 這種Holy World 這種聖戰 只有ISAT在做 你知道嗎 神今天要我們做的工作 不是這樣 是要我們心裡更多的年輕人 進到政治的裡面 進到經濟的裡面 進到社會的裡面 進到教育的裡面 進到藝術的裡面 然後呢 去發揮他們的什麼 他們的能力 讓我們藉著這種能力的彰顯 來得到這個城市 讓人知道 哇 原來呢 整個基督徒 就在這個城市 有這麼大的能力 有這麼大的恩膏 所以你要 我期望著這些 年輕朋友 做什麼事都很優秀的 然後賺的錢都怎樣 很多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真的 你要知道 我們就是要開始 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你才能夠 在這個城市 就是 帶起很大的震撼力 不然的話 我們教會能做什麼 我很感謝主 讓我們真的能夠 也做一些事情 就像我們到澎湖 我們去幫助那些肉食幼兒 你知道嗎 我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在那邊幫助了很多小孩 我們最近也請了一個姊妹在那邊 專心做工作 你知道嗎 是台灣神學院的 是台神畢業的 也是讀音樂系 又讀神學系的 然後呢 他在澎湖要做這個工作 我們就很感謝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很好的人才 可是我就跟那個澎湖的牧師說 你要看到澎湖的整個的區塊 不要只看到教會 今天的問題是 弟兄姊妹裡面只有看到教會 你應該是看到什麼 你知道嗎 城市 我再跟各位講 你不是看到城市 看到整個城市要成為神的國 成為一個新的耶路撒冷 你會看到這個城市 有一天警察都失業了 你知道嗎 你會看到這個城市很多的PUB會關掉 很多的酒店會不見 你會看到吸毒的人根本不見 我真的非常心掌那個 菲律賓那個總統叫做 杜特琳 把所有吸毒都這樣 都槍斃 已經殺了三千多人 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台灣會平安一點 當然我不會用這種手段 你知道關在澎湖的建議裡面 吸毒的人有兩千多人 兩顆炸彈就夠了 但是神要我們做的 不是像這個弟兄這樣做 神要我們是用愛去感化這些人 神要我們藉著禱告來感化這些人 神要藉著我們的禱告 讓我們真的進到這個城市 做一場樹林的征戰 然後得著這個城市 Amen Amen 我們現在這樣大概有20分鐘的時間 我們要分成每個區塊 青苗木區的請跟青苗走 青苗木區的請跟青苗走 來 我們要做一些禱告 安平區的先跟錦淳走 青少年的請跟仁儀走 北區的請跟北區走 然後東區的呢 還有安南區的呢 還有沒有區的跟我走 好不好 沒有區的跟我走 來喔 還有安南區的就跟師母跟蔡牧師走 來 安南區的還有這個東區的 還有沒有區的跟我走 好不好 來 我在這裡 我的區塊在這裡 我的區塊在這裡 我們在20分鐘後要回來 我們可以在禮拜堂 我們可以在這裡 祝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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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哈利路雅 而乐主 祝哈利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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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乐主 我们来为礼拜六的祷告训练来祷告 祝哈都 пож祷愁活字 祝哈利路雅 我希望我们大概有120个人要来參加 因为我们今年要祈祷全 ons triomphe 证为祷告 每天都会祷告 �가他们要求祷告 祷告当作一种root norm 祝哈利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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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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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